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近日在藍絲群組當中 封傳一宗消息 說林兆波博士有中風的情況 所以在上星期四 澳門舉行慶祝回歸祖國20週年文藝晚會時 當喇叭響起歌唱祖國的音樂時 他就沒辦法拍起首獎來 到底他們怎樣說呢 消息是這樣傳的 原來特首林鄭的丈夫前段時間中風 因為手舉不起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舉動 冤枉林生 希望大家不要再誤會他 祝林生早日康復 其實是對家細心看到林生的舉動 即刻就大做文章 又說旺角有個男人舉牌 是林鄭的丈夫 我們真是中計 看到文宣馬上火都來 希望大家保持信中央安排 不要被那些文宣影響 這些就是藍絲 他們的說法 不過雖然林兆波博士 他在那晚沒有一起拍手 以及合唱歌唱祖國 但是在第二天 當習近平主席回頭一望 看到行政長官林鄭的時候 就馬上找他握手 當握完林鄭之後 就到林兆波博士 主動向前遞出手 和習近平主席握手 這個說法根本上已經是不攻而破 不要說林博士中風那麼壞 而且特首辦的發言人也說了 林兆波博士健康良好 就是告訴大家 他當日雙手誰低 沒有一起合唱這個 歌唱我們情愛的祖國 從前走向芬榮富強 沒有唱這些歌 其實就是屬於他的自由意志 哈哈哈哈 不是被迫的 不是被迫的 是他自願地做的 要搞清楚了 到底林兆波博士會否因此而被追究呢 我不知道 但我們近日都看到 很多風聲傳出 似乎都是為了 幫林兆波博士或林鄭本人 解圍或開脫 比如路透社 真是奇怪 前陣子已經有個秘密錄音流出 不知道是誰提供給他 說到林鄭如果有得選擇 一早就已經辭職 後來又有一宗消息 就是他們的偵查報道 就說原來這個逃犯條例修訂 的推手就是屬於中紀委 就不是林鄭 林鄭只不過是要配合而已 哇 似乎真的幫到林鄭盡 路透社 彷彿變成了林鄭的全話筒 不知道是誰提供消息給他 現在藍絲群組又有一個信息 只是說林兆波博士中鋒 他不是真的有心不拍手 說到七情上面 原來就不是 但特首辦為何會作出這樣的回應呢 是否事先諮詢林鄭的意見 還是他們是真的見到林博士身體健康 就照答記者 那就不得而知了 我們又說說另一宗消息 就是關於警察打算向港台施壓 港台非常厲害 他們選擇了棄硬 這宗消息是關於甚麼事 原來昨天警察公共關係科的總警司郭家荃 去信廣播處長梁家榮 我看過那封信 他寫廣播處處長 這些人不認識 港台的頭 一向是廣播處長 他比較特別 不用廣播處處長 這些人不認識 這些人沒有水平 那封信裡說甚麼呢 就說香港電台昨天早上的新聞時段當中 關於禮拜日中環愛丁堡廣場集會的報道 所使用的字眼和事實都不相符 而且有誤導公眾之言 港台對於警方的指控表示遺憾 到底警察只是覺得有甚麼誤導公眾 他們就說 愛丁堡廣場舉行集會期間 有人違法拆了旗桿上的國旗 並且丟在地鼠 警察才上前撿國旗 以免遭受破壞 但有人襲擊警察 投擲水樽等等的物件 並且企圖搶奪 因為在現場襲警而被捕的一名男子 現場很混亂 警察才有這個必要 用所需的最低武力控制場面 到底警察對港台的指控是甚麼呢 港台的報道 在場人士扔水樽等等的物品還擊 令聽眾誤會是警方主動使用武力 港台發言人說 有關的新聞是根據現場採訪所見 當時在大會堂對出空地 先有人將國旗放在地 然後有幾名防暴警察入場 演變成警民衝突 集會提早結束 在混亂期間 警方多次使用警棍胡椒噴霧 而且舉起手槍 有在場人士投擲水樽等等的物品還擊 亦有人衝向警察 這基本上是非常客觀和中肯的報道 只不過是將當時現場的畫面 用語音的方式 即時反映出來 完全看不到有甚麼 就是偏頗的成份 警察簡直是多餘 打算寫封信去施壓 誰知道別人是企硬不理你 這些就是傲骨 這些就是骨氣 雖然是鬥理政府錢 當然這些人根本不懂公共廣播 我們稍後再講一下 香港電台說 報道中有關還擊的用字 屬於事實的描述 無意指涉任何一方主動使用武力的含意 對於警方的不合理指控發言人表示遺憾 這就說得非常好 一定是支持香港電台 作出這些根據事實的客觀報道 其實港台的電視部和新聞部 一向都是非常專業的 用這個不偏不矣的立場 來將消息報道出來 老實說 這個電台報 我真的不敢恭維 從頭到尾 我都覺得這個電台報是在浪費錢的 大家都知道 他的封煙節目 即是朝早的千禧年代 和傍晚的自由風自由風 原先是由周庸和吳智森來主持的 起碼來說 對不對聽也好 就算是覺得周庸好流也好 起碼是一個有特色的個人意見節目 周庸就聽不知心 但當解僱了這兩人之後 這個封煙節目完全沒有特色 主持基本上不會發表什麼個人意見 只不過好像變成一個看場 請一些嘉賓回來 由嘉賓發表意見 那個主持就變相 完全好像真的中立一樣 沒有角色 只是聽電話 你好 你好 那你有什麼好聽呢 這些節目是不是 請個看場回來 阿謀 阿壽 阿水 做都可以 所以變成沒有意義 而且電台報 不少主持都是藍絲 聽起來也覺得很容易 甚至在節目上 不是說政治 而不是說時事 但是就滲些私貨去踩示威者抗爭者 電台報就不敢恭維了 但是電視報和新聞報 依然是維持一貫以來的高水準 是值得讚賞的 但是當年張敏儀 張大姐 將香港電台打算公私化 可惜就搞不成了 但是張大姐對於公營廣播的概念 就是詮釋得非常好 他說港台可以用自己的編採方式來做事 最重要的就是免於商業壓力 也要免於政府的壓力 純粹做一個為市民服務的廣播機構 而且他用駁斥有些人說 說這個香港電台拿政府的錢 為什麼反過來罵政府呢 他說這個概念是錯的 錯得非常離譜 為什麼呢 他又說到所謂政府的錢其實就是來自納稅人的錢 是廣大市民的錢 故此 你說如果香港電台要做喉舌的話 也都只能夠做人民的喉舌 而不是做政府的喉舌 只能夠為人民發聲 而不可能收歸國有成為政府的宣傳工具 因為稅收是來自服務市民所用 而不是服務政府的權貴 這就是解釋得非常清楚 有些人完全不明白這種概念 尤其是藍絲 覺得政府給你錢 為什麼你不要幫政府說話 為什麼經常批評政府 張大姐這番言論 就說得非常清楚 當然 這麼有個性的人 這麼有正常觀念的人 當然容不下於特區政府 所以他做廣播處長 做了十幾年以後 就在99年調職 去了駐東京經貿辦 這件事非常可惜 最近在沈旭輝教授的Facebook 就見到他和張大姐合照 看見他精神飽滿 臉色都不錯 相信他退休之後的生活 都相當愉快 這節先講到這裡 祝各位益有聖誕快樂 拜拜